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的西纳彭火山喷发造成7人死亡之后 周围地区今天继续保持高度戒备 尽管村民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 孩童重返学校 但是当局表示 红色警戒区仍然严禁人们进入 西纳彭火山附近村民上个星期六 在听到火山爆发之后仓皇逃命 火山爆发威力强大 距离火山口12公里处的乡镇 也被层层的火山灰覆盖 附近村庄更是一片银灰色 这辆摩托车也裹上了厚厚的火山灰 火山爆发摧毁了多栋房屋 也烫死了许多农家农业的家畜 受影响最大的 是在距离西纳彭火山附近4公里以内 红色警戒区务农的村民 搜救队伍正在继续搜寻灾区生还者 印尼有超过120座活火山 西纳彭火山是当中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来看看这个火山之一 就是有超过50座活的火山之一 但是你不过加50座活的火山之一